有很多的資訊從所有的照片 我可以移動在各種照片 你會看到整個8MP照片的照片 會顯示 剛才他給你看的就是 他在美國先把200張照片串在一起 每一張本身原來只有8MP的大小 他現在因為把它串在一起 他把其中取一小部分 每一張照片的一小部分 把它解壓說串在一起 給你看一個大概 但是你要肉明到其中一張的話 你一面做他就一面解壓說 可以把8MP呈現出來 所以在HDPHOTO 我只能登記每一張照片 只能登記每一張照片 需要的地方我希望看 在JPEG照片 我沒有選擇 只能登記整個8MP的照片 去解釋它 然後刷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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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並不可能使用JPEG 所以在HDPHOTO的這一個方面 你現在移動一面一塊 它就是解壓說那一塊 解碼那一塊 那JPEG本身本來的格式 它會整個照片都一次幫你解 所以很花時間 很花這個 這個記憶體的大小 它這樣的話 你動到哪一塊 它就解那一塊 就夠了 那這邊就是給各位看到這個Visa它的功力 對於Total來講它的功能 Thank you Bill That's been great And once again The key